大家好,这里是启乐发烧,我是中卫 上期视频里咱们重点介绍了音箱的灵敏度 灵敏度这个参数直接决定了音箱是不是好推 而且在后面讲到为音箱选择功放时 我会告诉大家怎样去计算需要多少功率 也需要用到灵敏度这个参数 这一期给大家重点介绍组抗这个参数 上一期也说了概念性的东西 大家理解起来可能有点难度 如果大家听完后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不明白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做个vlog视频集中回答大家的问题 接下来咱们先来聊一聊组抗这个概念 就目前市场上的家用音箱来说 常见的组抗有三种 4欧、6欧和8欧 比如咱们听音是这对普勒之声L800 组抗是4欧 除非是一些历史名箱的复刻板 可能会有比较高的组抗 比如说LS35A的复刻板 组抗会有15欧 除了这些复刻板音箱 主流厂家已经基本不会再生产 组抗在8欧以上的音箱了 具体原因我在后面会说到 网上经常能看到有朋友问 4欧的音箱和8欧的音箱 哪种好推 在回答里有说4欧好推的 有说8欧好推的 也有说和组抗无关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咱们先简单了解一下组抗的概念 很多朋友看到4欧、8欧的单位 就会想到咱们中学物理课上 学到的电阻的概念 在这要强调一下 在音箱里面 不只是喇叭单元的线圈 对电流有阻碍作用 在分频器上还有大量的电容和电感 就比如大家现在在图片上看到的 这是稍有 对普勒之声老款SDA系列音箱 磨改之后的分频器 银白色的就是电容 金黄色的是电感线圈 电容和电感对电流也都有阻碍作用 分别被称为容抗和感抗 简单的说 在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 它们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 综合起来就叫做阻碍 而且阻碍的大小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会随着电流频率的变化 也不停的变化 所以我们看到的音箱标称阻抗 不管是4欧、6欧还是8欧 是一定条件下计算所得的平均值 在音箱的工作过程中 阻碍标称8欧的音箱 最高可以到40欧以上 最低大概会在4欧左右 阻碍标称4欧的音箱 最高能到30欧以上 最低甚至可以低到1欧左右 那我们接下来回到前面的问题 就是网友们经常问的问题 4欧和8欧的音箱哪种好推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 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假定两对音箱 灵敏度完全相同 其他各项参数也完全相同 就是阻抗不同 一对8欧、一对4欧 然后让他们播放同一首交响乐 或者类似于复仇者联盟这种商业大片 并且声音大小也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生涯级完全一样 那我们想 灵敏度完全相同的话 声压级也完全相同 那说明两对音箱的消耗功率 也是完全相同的 对吧 然后我们假设在播放到某个大声压的时候 他们在那个瞬间 需要消耗150瓦的功率 我们来分别计算 以下他们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初中时我们学过电功率的公式 功率等于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 所以电流等于功率除以电阻后再开放 我们先来看一下 左抗8欧的音箱 它的顺时电流是4.32安培 这个电流不算大 左抗4欧的音箱 它的顺时电流是6.12安培 这个电流强度对于正规品牌公放来讲也没什么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 当顺时阻抗降到1安时 电流增加到了12安培 相对于8欧时的4安几乎达到了3倍 那这时候对于功放的电流输出能力 就是个很大的考验了 如果功放的输出电流 达不到音箱那边所需要的12安 就会造成过载失真 严重的话甚至会烧掉功放 因为前面我们说过 左抗8欧的音箱 它在工作过程中的顺时左抗 也可能会降到4欧以下 但我们能看到工作电流增加的并不是很多 大概也就是净增了40% 但4欧的音箱在工作中 如果左抗降到1欧左右 功放的输出电流将增加约100% 也就是增加了一倍 在这给音响圈外的朋友们普及一个知识点 就是功放要做到 左抗减半输出电流倍增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输出电流倍增的话 有很大可能会超过功放的承载能力 时间稍长一点就会把功放烧掉 或者说电流倍增也可以做 但成本会很高 能做到这一点的肯定是双声道Hi-Fi功放了 而且价格不便宜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两声道纯后级功放 这是它的背板 国内售价大概在六七万 它在八欧负载下功率输出是125瓦 四欧负载下功率输出是250瓦 左抗减半输出功率增加一倍 输出电流也增加一倍 这款后级国内大概会在六万多块钱 那如果是AV功放升到数量太多 就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 相关的内容以后咱们再讲到功放式再说 但现在大家知道了就是对于功放来讲 八欧阻抗的音箱对于电流强度的要求会低一些 那么相应的对功放的压力也就小一些 从这个角度讲八欧比四欧的音箱要好推 那为什么还有人说四欧的音箱比八欧音箱好推呢 这是站在功率的角度上得出的结论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负载阻抗降低 功放输出功率变大 我们用马南式PM8006这台功放举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音箱阻抗和功放功率的问题 8006连接8欧阻抗音箱时 它的额定功率是65瓦 OK 比方说我们要买音箱看上了两对音箱 不知道选谁 那这两对音箱的灵敏度不同 一对是89分贝 另一对是86分贝 同时我们假定沙发距离音箱3.5米 而且我们要得到95分贝的不失真生涯级 因为对于客厅环境来讲 95分贝的生涯级已经算是比较高了 那在这个时候89分贝的音箱需要40瓦的功率 86分贝的音箱需要80瓦的功率 可是8006的额定功率是65瓦 推89分贝这对音箱 肯定没问题 推86分贝这对音箱功率不够 那是不是说第二对音箱就彻底没戏了呢 我们不死心 再仔细一看音箱的参数 忽然发现第一对音箱是8欧的阻抗 第二对音箱的阻抗是4欧 那我们赶快回过头来去查8006连接4欧音箱时的额定功率 一看说明书95瓦 OK95瓦大于80瓦的功率需求 还是可以考虑的 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 说4欧音箱比8欧音箱好推 就是因为连接4欧音箱时 功放的输出功率增大了 对音箱灵敏度的宽容度也更大 那说了这么多 对于4欧音箱和8欧音箱哪个更好推 我想大家也就明白了 就是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如果听音环境 隔音很好 或者说完全不担心扰民问题 可以把声音开得很大 那这时候 8欧音箱对电流强度的需求相对小一些 对功放来说 推动难度也更小 所以8欧音箱更好推 如果是用在客厅环境下 因为缺乏升学处理 生压级一般来说 不太容易超过95分贝 那这时候 对于电流强度的要求没那么高 而且4欧音箱对灵敏度的宽容度更大 所以4欧音箱更好推 至于说阻抗与是否好推没有关系 那这些朋友指的是 音箱实际消耗功率与阻抗无关 所以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咱们继续讨论阻抗的问题 我在这期视频一开始时说过 现在绝大部分厂家 已经不生产阻抗大于8欧的音箱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们刚刚介绍了一个概念 音箱阻抗降低 供放输出功率增大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 音箱阻抗升高 供放的输出功率变小 比如马兰市8006 我们刚才说了 8欧负载时功率是65瓦 4欧负载时功率是95瓦 那接上一对16欧的音箱 输出功率也就只有30几瓦了 这个功率听个口水歌是没有问题 要想听个交响乐 摇滚乐什么的 那肯定是不行了 所以现在绝大部分音箱厂家 基本不会生产特性阻抗在8欧以上的音箱 阻抗太高 对功率要求太高 阻抗太低 对电流要求太高 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一个经常会被问到的 关于阻抗的问题 就是音箱和供放的阻抗匹配问题 因为有网友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 说音箱和供放一定要匹配好阻抗 不然就会怎么怎么样 搞得有些朋友就很紧张 生怕会把音箱或者供放烧掉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这个问题又牵扯到很多技术性的细节问题 对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没有太大用处 所以我只讲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就是对于晶体管供放来说 大家不用去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 所谓晶体管供放 咱们用的家庭影院供放 或者像马南市8006这种Hi-Fi供放 都是晶体管供放 简单的说 晶体管供放对于音箱的阻抗 具有很高的宽容度 我们正常用就可以 至于电子管供放 也就是平时说的胆机 确实有阻抗匹配的问题 以后咱们讲到Hi-Fi供放的内容时 再去详细介绍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咱们在下一期的内容中 承接之前主箱的内容 会介绍中置环绕和低音炮的一些内容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了 我们下期的内容 我们下期了 我们下期了 我们下期的雪